目前正在进行的 苏花改工程中的观音隧道 工作人员日前打通之后 把贯通时留了下来 将在7号早上8点开放送给民众 比起之前北宜高的贯通时的赠送活动 这一次的询问度更高 因为很多人民众相信观音隧道 可以观音送子效果会更好 苏花改工程展示馆里面展示了 许多各式各样漂亮的贯通时 这些都是打通隧道时 所留下来的产物 2006年雪山隧道爆破 工人们忙着把这些石头捡起来带回家 这些因为隧道打通 所留下来的贯通时 坊间流传把他们带回家 会有求好运求子的效果 而且一定要放在床下面 我们很多同事拿了之后都有效 然后也都陆续生了 真的 对 有人说回去要怎么摆吗 他们是说摆床头吧 或者床底这样子 民众仔细地拿着贯通时 东看西看也要挑选好看 自己喜欢的颜色 而且这次最特别的是 贯通的是观音隧道 相信观音送子 贯通时的效果会更好 更有助于早生贵子 发往刚好是观音隧道 民众对于 我这个观音隧道里面的贯通时 有关音送子 这个又带来另外一种 可能会有特别的 让它喜悦 原本今年二月就发放过一次 就已经大牌长龙 这次选定在七号早上发放 一次一千个 同时提醒民众 天气寒冷不必肉夜排队 记者林神章树 宜兰采访报道